為甚麼你會有這樣宿命呢 我覺得我是有選擇的 可是你告訴我 你沒有選擇 你的選擇 包括你的選擇都是宿命 除非你真正瞭解生命的道理 所有做的一切都是宿命 你在這個時間 你有沒有碰到這件事 碰到這些狀況讓你覺得說 我具有選擇權 你前面已經累積很多 你從來不想說你有選擇權 然後有人跟你講說 你可以做這個做那個 對啊 我可以做這個做那個 所以你開始有這個想法 所以你開始有這個想法 也是因為具備的這些條件 是你開始有這個想法 然後你認為我有選擇權 你還是宿命 然後你開始想說 我決定要怎麼做的時候 好 我要做這個 你的passion 使你不顧一切 就是因為你已經養成一個使你不顧一切的passion 有的人不是 有的人是一開始就聖魔能斷 好好仔細看看條件怎麼樣 那也是因為他前面受到足夠的訓練 因為有相對的訓練 使他一碰到事情 他就說 我要仔細的去看 所以所有的這些行為 你都認為是自主的 對不起 我告訴你 都是恕你 因為要成就一個人的行為 要成就一件事情的行程 所需要的條件因素 態度 都是來自一致的 包括人類社會整個都不重 如果不是這樣 我告訴你 預言絕對不會成功 為什麼預言會成功 所以很多科學家在那邊想 喔 說不定我們有一個時間軸 我們有四度空間 科學家為什麼會成功的事故中 就是因為有太多的預言存在 科學家沒有辦法去 活共科學家預言 因為有很多預言是寫在那邊 凌凌台白的 住在那邊 科學家沒有辦法解釋 自然可以留在那邊打的姿勢 所以他會想 事故中 想說 maybe有一個time course 所以我們現在呢 只能夠乘坐在 多數的人只能夠乘坐在 時間軸道往前走這麼膩 但是有些人可以膩 有些人可以往前走 可以往前走的人 比別人走得快的 你就會看到未來世界的變化 OK 所以如果不是宿命的話 一切議員絕不成功 我們不知道是不是一切議員都會正確 但是我們看網民的議員 我們知道那些議員已經成功的議員 這件事情就必須下降 時間走的會 時間走的會 你的意思是說 時間走 會會會到流嗎 會 可以 可以往前走 當然就可以往人回走 只是我們現在 人不知道怎麼走 人不知道 有什麼工具可以 就像有的人可以看到未來 然後可以預言未來 那我不知道他怎么可以走到未来 所以才会有神职 这是神经的意思啊 宗教才有出来 你的意思是说 那些所谓宗教上面的先知 都是有时间轴可以往前走的 所以他才可以告诉你 未来会发生什么事 那这种事情在中国的宗教生活当中 太多了 你看有多少人去起义 起义了以后就告诉你 我当时有什么事情 你还在睡里 有的人不信就发生了 所以那些所谓的鬼神 他有在时间轴上行动的能力 他才能够来示警 你说如果在这样子明天后天 或一个月以后 就发生时间 所以时间轴的往前跟往后 不是一般来说 不是我们这个人生 现在事业上的人 多数人都不能够做啦 都做不到啊 你没有那个能力啊 你拥有这个人生 在正常情况下 你都没有这个能力在时间轴上形状 这就是宿命 这就是我告诉你的宿命 你以为我一直在学习something 然后I become something 错了 99.9% 全部都是宿命 除非你真正的能够理解生命的真相 你能够进到那个生命的真相 你能够在时间轴上走动 你才开始具有 掌握你自己身份 我这一切都是 对 多数人来讲 99% 全部都是宿命 甚至 甚至有些人去 呃 什么宋七历啊 什么这个那个 去去求他们 去去去 去知道一些先机 然后他们去做 这个也是 你所谓的宿命吗 对 那仍然 在我来看 那仍然都在99.9%里面 那你的意思是说 他们在宿命里面 就是会碰到 这些人 对 那这些人 就 happen to 他就 他就会知道 他然后告诉他前面 叫他现在不要 这都是宿命 对 因为这些都还是被动的 接受学习 那不是主动的 可以控制你 你这样说的话 我还有一个想法 就是 好 这个人有修了 他可以 在时间轴上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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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后手 他看到了 以后怎么样 这时候 他就真正是 他做的选择 就不是宿命了吗 不进来 这一点 要看他对生命的 掌握能力 他只是具备了 能够看 能够到达那一点 但是他不具备的 扭转生命 这个世界 如果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它是一个时间轴 你要转变这一部分的东西 那是牵扯到多少东西啊 你要非常最大的能量 所以 我们先不讲生命就好 你说 现在的物理科学家说 哇 我们参看了这么多的宇宙里面的 星辰 那个以后 现在有一个理论就是 就是big bump 所以一开始呢 这个世界什么空无一有 不知道为什么 开始来一个大爆炸 能量往外扩散了 所以产生了种种的东西 就是 这些能量 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不可触摸的 然后它开始收缩了以后 在局部的收缩当中 形成了星球 对不对 所以物理科学家才会拼命去找 星球是一个solid的东西 energy是一个invisible antachable的东西嘛 所以他们要找出 这个固体的东西是什么 所以他就要去找出基本粒子 fondamental particle 就是这个粒子的最基本的 第一个粒子到底是什么 所以最近才非常热门的 叫做上帝粒子 对不对 因为所有的quantan energy 这些light 这些image energy 这些东西怎么样去捕捉了以后 凝集变成一个particle 这个第一个粒子 他们把命名叫做上帝粒子 上帝创造的世界 然后这些particle 开始形成 从小的particle fondamental particle 变成associate 变成所谓的原子 然后原子继续变成分子 分子以后才开始 继续变成solid material 然后这个东西才有观有引力 凝聚变成一盘东西 你如果看这个东西 你如果认为现在物理学校 这样解释是可以被接受的 那所有的这些东西就是需要时间的进行 然后这些东西一个一个行程 那它是不是就是周围所有的在形成的呢 没有这些条件 这些星族不会形成 然后有的星族以后我们说 我们的生命是几亿年前 三十亿年前开始的行程 第一个单细胞 你可以单细胞以后 聚能变成多细胞 所以你人的行程是不是也是非常来的 是不是让我们这些分配行程的呢 然后你们认为 哦我会走动的 你会走动的 你会走动的 如果不是这些 可能这个生命不会走动的 所以人自己有自由 是自由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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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個維持人來的狀態 所以當Energy Emission往外擴散的時候 就會自然形成一種機制 不讓這個Energy 我們的努力做這個東西 就是因為當我們生命變得不能自我控制的時候 自然就會有一種想法想要控制 但是人類現在認為我可以控制的這個想法 多Early 實際上他們沒有這個 可是如果不努力的去做 人類永遠不會有這個 而這個努力的過程當中 就是在自然界Energy Emission的過程當中 一直想要retain這個Energy 它是一個reversible的process 這兩個力量就是這樣子 不斷的來來活路來來活路 我們只不過是在這個當中來來活路 那使我們非常好奇 使人類也非常好奇 對不對 那我為什麼會形成我這個生命體呢 我這個生命體就會變成怎麼樣呢 對不對 人現在知道其實其中 一個大的圖當中 一個非常sleet 一個小小的細縫 虧看這個生命的現象 虧看這個生命的現象 好 但是我覺得中國人很少 就在這樣子的大的環境變動當中 找出了這樣子的一個基本principle 並且加以應用 這個就是什麼 就是熱生 耗生 所謂耗生在地球為什麼會耗生 地球為什麼要長出這麼多的生命 你注意看看 所有的生命 都是我們叫做 Anti-Energy Spreading 就是能量 如果我們說自然的物質的自然能量 狀態是什麼 那個高能源的熱 就會往低能源的熱流動 這是irreversible 這是自然的現象 所以叫做能量越來越平均分布 可是生命是什麼 生命就是抵抗這個過程 我們把能量聚集起來 讓這個emission過去的能量 想辦法retend在這個地方 這就是生命 所以生命的現象 只不過是反映了說 自然界的一個性質 不讓Energy spontaneous the emission spreading 生命一樣 所以地球呢 不斷地在散熱 怎麼樣把能量留住 產生很多生命 對不對 所以你這些生命體 會變成什麼 那些能量就轉換成化學能 化學能 就產生生生命 生命就一張一些 刺激的東西 那我們是我們可以 推推推推到這個植物 你看太陽的能量過來 滷過地球 地球被夾著 長到另外一面 熱量繼續出去 可是植物是幹嘛 捕捉光能再新生 Talicum 不是retend energy嗎 就是不要讓這個能量跑掉 那動物怎麼活呢 就是吃這個植物 那植物 這個東西敗外了 怎麼辦 我就把它轉換成那一種能量 讓它不要跑掉 所以生命是一個自然界 一個奧妙 一個maintained reliable 過程當中的一個機制 那這麼大的一個機制 居然以為可以在一百年當成人類 可以控制自己的生命 這是非常狂妄自大的想法 就是我們現在 台灣的樣貌在這 在這 在這 五十年內 在這六十 五六十年內 完全的變樣 這叫做糊作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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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 因為人生成 所以它其實還是一個自然 對 所以這也是一個宿命 我們會 對 對 沒錯 還是這是一個宿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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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宿命過程當中 這個 follow the principle 的生命 可能可以維持久一點 你如果是again the principle 你就 活得短一點 所以當你開始覺悟的時候 你能夠改變 你確實是可以改變的 你改變的是有限 非常非常的有限 當你能夠理解的事物越多 你改變的東西就會越大 越放個門口 所以這些知識的這些外國希望可見到 了解的一些評審們操控這些評審們 所以地球的變化就改變得越來越快 因為它的能力越來越大 但是就整個地球對人類來講 就是一個災難 因為操縱這種能力 去回航這種能力 有基本的理想 有一個理想 但是對世界 對整個自然界來講 小可以平衡 你可以講 這個地球被你們人類毀滅了 然後這個地球毀滅了 這個地球毀滅了 這個地球 太陽系當中 就少掉一個Balance的力量 地球毀滅了 就少了一個星球 所有的重力平衡又改變了 對整個宇宙來講 你看 宇宙之城 那邊發生了一點事 那邊 你們上次有沒有看到那個 隨手9號太空船 上個世紀60年代 每個月發生了一個太空船 畢竟飛飛飛 所以他們現在附近 他已經飛到太陽系的邊緣 然後因為他 他都一直控制著他 然後從他 再回頭看地球 那張照片 非常好笑 那張照片就是這樣 只有幾個光源 你就知道說太陽系 其實是非常細小 然後其中有一個亮度 他到處 那個點 那一點亮亮 那一頭不是地球 所以從那個來看 看地球 你如果沒有特別去point out 你甚至不知道那是地球 所以對上帝來說 地球算 何況你們的 真的 我覺得看到那張照片 我覺得非常好笑 地球好小 只有一個光源 一張圖片當中的一個空點 他把它放在圖片的中間 告訴你說 欸 這個隨手9號照大的那個地球 就是那一點 我一看 他出發點 在預營 煮出發點 就算了